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国成都A级超安会艾斯 好 欢迎艾斯 艾斯今天也是带队拿到了11小局的连胜 而且这次战胜了这个12战队来说呢 我们是KPL选拔赛的9连胜队伍 打外卡赛的7连胜队伍 守住了KPL赛区的荣光 这种感觉好吗 还是挺不错的吧 因为我们知道 此前你跟他们在AAC的时候交手 当时2比0战胜了 他们说很想复仇 但这次你们还是大比分拿下了比赛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 然后复仇的话 这东西如果一下就复掉了的话 就不那么好玩 对吧 就复仇肯定是要慢慢复的 就是等他们一点一点变得强大来挑战你们 对的 毕竟是传说中的队伍 不太一样 那我们还是聊到说今天语音当中听到了 你聊说什么 别皮了 当时大家再怎么回事呢 是怎么皮的 其实也没有怎么皮吧 主要是大家想这个 因为也是算是首秀吧 然后想去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水平 然后可能走位什么的会相对的凶一点 对 就更有可能去展示一下这种上线和可能性 包括今天我看到弹幕上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质疑的方向 放到了这个对线这个问题上 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其实我觉得对线方面的东西吧 就是已经是预料到的 就比如是这个发生了某一波事情的时候 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 是谁预料到了 一诺 他本人是预言家预料到了一些 已经是预料到了 当时我看好像笑得很开心 你们是怎么沟通那时候 就他可能说 他说就往前走了一步 完了 这波我要被单杀了 就是打得挺大胆的 其实 但是无论如何是最后拿到了11连胜 其实大家都在想说一双会这个连胜究竟能保持到什么时候 你自己会有信心尽可能地延长吗 其实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老生常谈嘛 主要不是说保持连胜 主要是我们想打好每一场比赛 你们想晋级 对吧 越来越务实的一些想法了 好 感谢艾斯 我们把时间讲完给评论起